2020年5月 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 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一些学生获得留学签证 时隔一年 现任美国政府延续该项政策 截至2021年6月 已有超过500名中国留学生遭到拒签 近日 一些被拒签的同学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因为这样一纸不公正的禁令 此前就地留学所上的远程网课 也没有了意义 他们不仅需要承担相关费用 重新申请学校也需要时间 意味着近两年的时间被白白浪费 据美国乔治城大学报告评估 每年预计有3000至5000名 拟赴美留学的相关学科 中国研究生受到该政策影响 占总人数的16%到27% 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国内上的 是生物相关专业 签证刚开始申请的时候 一切都很正常 后来连事官问了我一下 我的学校还有我的专业 他就说不再接受我的其他材料了 当场就给了我拒签单 对美国的印象 他们一直在说自己是一个 都是讲人权的国家 但是对我们 并没有保护我们的权益 相反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该怎么去维权 本科是那个北游的 然后我申请了去美国的硕士 就是我是上了半年的网课 就是可能想常去申一下其他国家的那个 学校 我的话应该是花了 一个学期可能有七万左右 跟我一样情况的同学也很多 就是要等到明年秋天才能上学 就是白上了吧 有一点白上的感觉 确实就是 这个就是不理解 然后也觉得不公平吧 受此禁令影响的部分学生 近期自发建立网站 发起名为 A&B学术无国界行动 他们联合超过1000名中国留学生 向50所美国大学发送联名信 呼吁大家联合起来 反抗歧视性禁令 并计划首期筹集35万美元 准备对美国政府提起集体诉讼 美国之所以推出此项政策 目的就是对中国的科技教育进行打压 在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看来 将极具价值的中国科研人才拒之门外 不仅阻碍中美两国科技文化正常交流 也损害了中美两国关系 通过打压中国高科技方面的留学生 来对中国进行科技打压 教育打压 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 行政和法律上面的安排 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美之间的留学生的交流 并不是中国是单方面的受益者 美国也同样是这样一个交流的受益者 美国的科技发展是因为西纳全世界的人才 其中中国的人才是美国西纳的重要部分 两个国家只有交流合作 只有互通有无才能够对各自形成利益 获得共同发展 这样一种做法可以说不仅仅损害了中美两国关系 对美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同时中国外交部也数次回应此事件 批评相关签证限制措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并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重新审议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签证申请 停止利用各种借口 对中国留学生无端限制和打压 2020年美国国际学生人数在十多年来首次下降 当地时间7月26号 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发布联合声明 承诺将采取措施 推动国际学生赴美学习 以及鼓励全球学者来美国参与学术交流 然而考虑到疫情防控及美国签证的不确定性 部分中国留学生倾向于放弃留美计划 转向前往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英国等国家留学 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已降至38.25万人 相较2019年大幅减少9.2万人 美国前任政府的荒唐政策 不仅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 也影响了诸多中国留学生的求学规划 宝贵的青春年华被白白耽误 究竟是谁之错 希望美国现任政府尽快调整错误政策 使中美教育交流重回正轨